谁家的桃树因为干旱导致黄叶的 这个几率很小 大家看看我头顶这个树 这是一棵野树 没有人管它 自然生长 虽然它那个果子成熟以后没有商品价值 但这棵树呢完全体现了桃树的生长本性 没有人管 桃子都那么大了 一个牙虫都没有 没有牙虫 没有穿孔 不溜胶 不黄叶 桃树蟹花还有浇水 什么时候浇水合适呢 如果浇水不对 对咱们桃子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感觉这树如果干旱了 是先落叶子还先落桃子呢 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瓶口树开的果道 和这个尾口刀坝的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一个口子的里面是棉纸 然后撵开的 它和尾口刀坝的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口子的位置 扎这个口扎的比较严实 不进水 尾口刀坝的如果要套咱们那个碗树桃子 果子比较大 撑开果袋以后呢 它自然而然的这个扎口的位置 会微微的撑开 然后尤其是碗树桃子 果饼的位置就容易进水 所以微口刀坝的对于碗树桃子来说 还是不太适合呢 给大家发出的桃胆 大部分的都是这种瓶口树开的 大家好 我是龙九 看咱们地里边那些草 有没有因为干旱 影响它的生长呢 没有 完全没有因为干旱 影响它的生长 什么算是干旱呢 草都不影响生长 怎么地里边就干旱了 这桃树泄花后 什么时间浇水合适呢 并不是咱们看到的 你看这土壤 裂纹拔半了 干旱了 裂纹了 这并不是干旱 旱长根 水长叶 大家记得 旱了这个根系呢 会随之去寻找水源 然后供给它的一个生长 就像是根相费性一样 哪有肥 它往哪走 树上的叶片呢 哪有光 它会随之去寻找 有光的地方去生长 是一样的 但是水长叶是什么意思呢 你浇水多了 它就串条子 长叶子 串条长叶 春天 泄花后 正好是做果期间 如果做果期间 都知道 化控是什么意思呢 控制叶片的生长 不让它和果实 争夺营养 然后减少生了其落果 有那么多的人说 蟹花后多少天浇水 下面催什么肥 我就纳闷了 地下催水催肥 树上化控 矛盾不矛盾 树都不知道该怎么长了 它想怎么长了 它都不知道怎么长了 你让我长 我就长 为什么你还空 很矛盾的 我不知道这种做法 是谁想的 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下 桃树 蟹花后 什么时间浇水合适 第一年栽种的小树 就是咱们今年春天栽种的小树 连续浇灌三次水以后 蒙了新芽子 长了新根 这个阶段呢 咱们可以持续半个月到20天 连续再浇两次水 保证它的成活 这是小龄树 不管什么阶段 要有一定的水量 去供给它的生长 因为小龄树起初生长的时候 它就靠那根系 吸出的一些水分 来长枝 长叶 但对于两年三年的树来说 咱们需要让它长枝干 需要培养它的生长式 在萌芽前浇一次水 也就是解冻水 要大水 等萌芽后 一个月的时候 也可以再进行一次浇水 这个时间段呢 对于小龄树来说 是可以用一些矿原黄酸钾 这样呢 是有助于生根的 然后呢 也可以适当的 用一些氮肥来促使 这个小树的生长 小树林嘛 前期你肯定要先把它培养起来 这是对于一些小树林 对于一些成龄风柴树来说呢 什么时候浇水呢 花钱 肯定要浇一次解冻水 浇透 浇透以后 果实就开始开花 做果 开花期间不能浇水 会导致落花落垒 但是泄花后呢 是培的发育的阶段 培发育的阶段呢 也是不能浇水的 如果培发育的阶段 咱们浇水以后呢 可想知水条就冒出来了 增加营养生长和生殖上的竞争 所以咱们呢 花后培的发育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也是不能浇水的 再往后是什么阶段呢 硬核期 硬核期能浇水吗 硬核期更不能浇水了 硬核期 桃子的生长呢 是在生长咱们这个果核和培 就是桃仁 这个阶段呢 果肉是生长的比较缓慢的 所以咱们如果浇水过多呢 果实吸水过多 果肉它会继续生长 然后会拉动果核 导致炸核的现象 有些硬核期 你如果浇水了以后呢 咱们这个桃子 就会出现一个洞 今天咱们没把桃子带过来 然后出现洞以后 就是炸核了 但什么时候能浇水呢 那么干旱 有的沙土地确实干旱 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进行隔行浇水 就是我这行浇了 我下一行不浇 或者有低罐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小水 但每一次浇水呢 桃核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空水 如果泄花后 感觉土壤比较干旱 基本上泄花一个月 四十天的时候 感觉干旱的情况下 咱们隔行浇 或者是用低罐 都用一些磷肥 因为下一个生长点呢 就是快分化的阶段了 什么时候浇水合适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硬核期以后 咱们适当的 可以给一些水 就可以了 看这些 取取菜 它也没因为干旱 不生长的 桃树本身它最低的 这个土壤湿度呢 是20% 是可以存活的 所以咱们呢 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个桃树因为干旱 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个阶段呢 旱着它点 是可以的 起码它不忘条子 也是控水控肥的 一个关键点 一个关键期 有些朋友问我 就说咱们这个桃子呢 为什么会有大小果呢 其实这个阶段呢 它是一个生了去落果的 一个阶段 像这种桃子呢 它长长 它就会脱落 长长它就会脱落了 因为这个树上的营养输送 果子呢 它会出现大小果 对于我来说 我就感觉 这就是果树自身的 营养输送的时候 它会自己选定一些果实 这个果实呢 咱们不要输得太早了 再晚点再输 等这么大个的时候 咱们再输果 到时候呢 哪个大 哪个小 很好的区分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 桃树春季化控 是一个错误的理念 有的人就说了 我不控不行啊 我不控它做不住果呀 其实吧 桃树的生长呢 它有自身的这个规律 咱们抓住规律 然后再去管理 是很简单的 就像视频刚刚开始一样 咱们看到那棵野桃树 没有人去管它 它做不住那么高 它长那么多果实 一串一串的 但是它的树式呢 并不是很旺盛 这就是遗果压惯 下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桃树到底摘不摘新呢 不摘新 看看咱们花盆里面 这个树 这是一个桃树 大了妮 它都没有黄叶 看到了吗 咱们一会儿给它浇个水 看它还能不能缓过来 所以桃树呢 什么钻石干旱呢 干旱的打了蔫 它都没有黄叶 干旱的打了蔫